但今天不一樣囉 我們現在要歡迎她 歡迎阿姨愛小艾 哈囉 哈囉 歡迎妳 嗨 妳又換車了 沒錯 我又換車了 而且感覺喜悅都在臉上 真的 上次那一台 第一台的時候來是 就是有點擔心 但這一台我很有把握 雖然 你知道因為 你有記得第一台嗎 就是那個狀況非常多 而且那一台 其實我就是那天來了之後 就是那是我第一台入手的車 就是原本來之前 已經修了很多東西了 妳上次感覺好像來分享 妳修車的經驗 對 然後結果來了錄影之後 當天回去又壞了 我的那個車頭燈 回去不知道為什麼 它完全沒有辦法那個關掉 對 然後我就還開去那個修車廠 然後問他說 老闆這怎麼辦 然後老闆說 這個只有一個辦法而已 那我送你一個那個鉗子 你如果要停車的話 你就自己打開前車廂 然後斷電 聽起來很客奈又很荒謬 超級荒謬 那一台車我真的是 已經快要賣身了 因為要花太多錢 其實當時有在討論說 如果你買了一台車 然後它狀況越來越多的時候 是不是趕快買新車 你才免煩惱 對 但是 今天妳帶來的車 我發現 妳還是繼續往二手車來入手 對 這一台其實也是二手車 而且也是經由朋友介紹的 這次我找了 感覺比較可靠一點點的 對 像就是無尊 他來我們節目 很想他自己的愛車 他也很開心 因為他就是買很多 他都是買二手車居多嘛 所以我就問他說 有沒有比較好的 就是車商可以介紹給我 我想說他應該不會 給我介紹那些有的沒有的 因為我是今天可以檢查一下 有問題我等一下就去找他 那妳是從當時狀況很多的那一台車 直接換到這一台 120i Edition M嗎 沒有 我那時候 狀況很多之後 真的受不了之後 我中間有換一台116 也是B&W 對 B&W的 但是後來我又覺得 我喜歡稍微再科技感一點點 然後跟安全性 對 因為它那台真的就是太陽春了 就是旁邊偵測什麼碰撞系統 什麼都沒有 那些都還沒有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想要可以再安全一點點的車子這樣子 價格很重要吧 價格其實也蠻重要的 但那台 我覺得現在價格其實也是決定 你到底可不可以買一台好的車子 因為第一台可能就是想說 代步車20幾萬 所以買到一個就是很爛的車嘛 然後第二台我那時候是買75萬 然後 預算提高很多了 對 提高了 然後那時候那台里程也是2萬多 然後我開來我就覺得 2萬多里程好像是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對 所以這一台我那時候找 我就是也大概找 它大概開2萬多而已 所以車停兩年 對 它是2022 12月出廠的 所以我覺得還算還蠻新的 然後以價格來說 你自己覺得 金打細算好像還買得蠻不錯是不是 還不錯 因為我記得這台新車大概快200吧 然後我那時候買 因為也是無尊價 它有特別便宜給我 就是大概140出頭而已 7個價左右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蠻OK的 OK 吧 吧 應該是還算OK的價錢 你自己買了有歡喜就是對的 對 買了之後很開心 至少我到現在我不用再修車 對 它沒有任何地方要修這樣 OK 所以外型是你喜歡的 帥帥的樣子 對 因為它就是 我上一台是116嘛 116其實它車頭 我覺得比較長一點點 然後看起來就是陽春陽春的 但是它新的 我覺得它車頭就比較有科技感一點 全黑耶 你喜歡這種元素 對 我喜歡全黑的 對 但是我跟你說 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就是因為我上一台是黑色的嘛 然後這一台也是黑色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看不到黑色的車嗎 我上一台其實停紅燈的時候 有被後面的人撞過 然後這台呢 我剛買的時候 交車隔天 馬上被路人就是走一走 他沒看到我的車 然後撞到我的屁股後面 路人撞你 對 它就是走一走然後啪 然後我就聽到手機的聲音 就是它撞到我 人撞你的車 對 它跟手機一起撞我的車 你車很大台呢 這怎麼可能看不到 不是 我想說黑色是大家看不到嘛 然後我開過年回台南的時候 我就是停在那個邊線上前面嘛 然後前面一台停那個摩托車的 他也沒看到我的車 他就直接後退 然後我就聽到我車頭卡卡 就是他小小 但是當別的車子靠近你 或別人靠近你的時候 你的車會不會有任何的警示 呃 前面的話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就是把它就是熄火 所以沒有這樣子 對 我想說大家看不到黑色的車子嗎 那你看到這個M 現在是不是很有感覺 真的 沒有 就是一個覺得很帥 因為那時候想說 我一定要買那種有M版的 因為雖然它就是 跟上一台就是還是有點差距 但是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自己很像很帥一樣 因為它這個車框裡面 就還有那個塔錢 雖然這個就是 應該也就是一個帥而已 對 但我就覺得 但M4套件還是覺得自己 帥度不一樣 對 因為我就喜歡開車 就看起來也有點帥帥的 而且你一開始是不是 也有在同品牌內在糾結說 我要買三缸的車 還是買四缸的車 對 那時候有在想說 到底要買118還是120 我都有去看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那就是我就直接上120好了 就是看它是四缸的時候 然後馬力也會稍微好一點點 對 因為我平常也是很愛自己開車 從台北回台南這樣子 我就喜歡那種動力 就是稍微好一點 應該說隨著你開車的資歷長了 時間久了 你的標準就會一再提高了 對 沒錯 包括了這車上面 有沒有什麼便利的配備 對 就你會想要 就是可能這一台車 前一台車沒有 你比如說現在新世代之後 一定有K-Lex或什麼之類的 對 它這一台就有 就是如果是拿那個鑰匙的話 對 它就是如果你離開的話 可能要有一點 它就會自動 它會自己收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方便是 就是你靠近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 你不用再拿 套出來 姐 對 拿出鑰匙 然後還要按這樣子 我覺得它這點滿方便 但也有個缺點 就是有時候我停車的時候 我只是騎摩車經過 它會自己開起來 你離它近了 它知道主人來了呀 所以有時候我就是 怎麼辦 我就會跑離遠一點 就是不要離它太近 它有好處 它隨時被你召喚 對對對 但是大致上是優點 就是我不用在那邊 大包小包 就是拿我的鑰匙這樣 我覺得還滿方便的 那它至於你 就是天天要通勤代步 很好用的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後座 小艾很可愛哦 它的後座好舒服哦 它一定常常有在載 不是人 是它的毛小孩 對 因為像是我 為什麼我喜歡小車的原因 就是我只要載兩隻狗 通常在台北的話 大部分我就只會載兩隻狗 所以我後座上面 就會放這兩個座點 它們真的會乖乖待在裡面嗎 會 它們就是會待在上面 就是睡覺這樣 它形容說 這是兩張為狗狗準備的安全座椅 對對對 這樣子它們也比較安全一點點 然後它這個後面 你是真的有固定住 有有有 它是一定要固定 不然它如果你煞車的話 它可能會往前滑 所以有狗狗的話 買這種座墊 它也會比較安全 而且對保護你的椅子本身 也比較好 對 它們也不會在那邊抓 還是什麼 它們也比較舒服一點 你也比較放心一點點 然後這台車的話 因為它就是有M版嘛 所以我喜歡 當初買它的還有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跑車衣 對 就是一個帥而已沒有變 視覺上看 對 很帥 對 做起來呢 你自己覺得 嗯 做起來其實我覺得很舒服耶 因為它就是這個系列 它其實還有多那個 有包覆 對有包覆 然後腰那邊也有一個支撐力 所以我從 呃台北開到台南的時候 長途的話 我覺得腰比較不會那麼的酸這樣子 嗯 對 哦 感覺到你對你的新車的喜 真的 我真的覺得它還不錯 裡面 該有的 我最近介紹的不錯唷 該有的都有這樣子 那墊尾門呢 對 因為它這台也是有腳踢 有踢竿尾門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滿方便 有時候就是我可能拿東西的話 我不太方便 就是 就是手 沒有手嘛 我就腳踢就可以 我覺得這點還滿方便的這樣子 你看 很靈敏耶 你又再踢一腳 它就關起來 它其實還算滿靈敏的 因為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我想說 這種 會不會很激樂 對 會不會我踢很久 它還 就是不會起來的那種 欸 但是事實證明 它 還算還滿靈敏的 駕駛體驗的部分 我們進車內序聊 OK好 好 我們今天看到了 安妮愛小愛 帶來了她換的新車 這是她自己開的第三台車嘛 對不對 沒錯 然後一台換的比一台好 就自己越來越滿意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 嗯 你剛剛有說 喜歡這個跑車的話 只有 對 因為我就是覺得很帥 因為之前的座椅就是那種 比較一般的嘛 然後這種我就覺得 它是一體式 然後我就覺得看起來很帥 而且我發現你的坐點啊 也不會特別把它調很高耶 欸不會 我其實開車喜歡就是 呃 不要太高的位置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舒服 對 你不會像女生就是很多喜歡 就我一定要看到車 沒有沒有 我沒有一定要看到車 我就是就是這樣子開 我其實開車就是有一點滿男生的 不像女生就是可能要這樣子開 我就是都會這樣子開 哈哈哈哈哈哈 對 然後黑色的頂篷有沒有比較有運動化的感覺 有耶 我覺得就是反正這台車整體來說就是還滿適合我的個性的 因為它就是走一個比較陽剛一點點的 然後帥氣路線 就是比較適合我的個性這樣子 那文怡好像說可惜沒有天窗 對 因為那時候本來在想說要買二手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說我希望可以有一台 呃有天窗的 但是因為有天窗的那個版本就是比較新的 我記得是2023年後的 嗯 對 所以它的那個價差 車上就跟我說價差可能就不會到那麼大 所以後來就把它捨棄掉 就想說沒有天窗也無所謂這樣子 嗯 對 哦 所以至少車上有很多以前沒有的 這是最重要的 非常多以前沒有的 手機可以拿出來 Apple Cup耶 對 我不用再把手機就一定要架在這裡 就是要去Google我要去的地方 我現在只要連上去就可以直接從這螢幕看 然後又或者是我台線那邊也可以直接 跑出地圖來也是可以 我覺得還滿方便 然後跟它的那個ACC跟車 其實我覺得很方便耶 是啊 因為所以有一切有輔助之後 人開車就輕鬆了 真的 因為像是我會長途開回去台南吧 那如果遇到塞車的時候 我就不用一直就是 要自己在那邊踩 然後跟煞車這樣子 不會覺得腳快要抽筋了 對那時候 之前就覺得好累開長途 然後又塞車很累 但是現在有這一個就是ACC跟車 我發現真的還滿方便 只是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有一點點害怕而已 那你後來是怎麼樣 有很快就建立信心嗎 就是前面我還是會把那個格數稍微再 調大一點點 然後後來發現 他其實是真的都知道前面有車 然後又或是前面車走了之後 他其實真的是還滿厲害 我不用去多擔心他 而且他整個運作的過程當中 是滿細膩的 對對對 他不會是突然那種 煞車急煞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 這個ACC系統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地球王機械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室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體 這是樹立校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到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們 地球王機械邀您一起上線